好,那我切換畫面了齁 好,那你們登錄到你們的協助平台裡面齁 這就是我們三次做的齁 就是有首頁還有一個公告齁 那公告這邊就是你可以新增一些文章 比如說你想要新增 Exale那個雲端硬碟裡面的文章也可以齁 那只要打上齁 好,你可以在這邊打上班級的成績排名齁 那底下你就可以插入齁 雲端硬碟的文件 那你就可以插入所謂的試算表 如果說你試算表裡面有那個 像說一些排名的話 或是說一些 我做一個給你看齁 就是說 Gmail裡面齁 好,我們可以在 雲端硬碟裡面齁 做一個齁 試算表齁 那你這邊可以改成叫做 好 專級 排名齁 好 那你這邊就可以輸入齁 好,那你這邊就可以輸入齁 飲食 學生 姓名齁 然後排名 好,比如說我這邊用甲好了 好,這邊用1 好,那你可以把這三個 這兩個圈起來齁 然後往下拉 好,那你這邊可以用1或4 這邊你就會用排名了 比如說他是2,第2名,第1名 來吧 往下拉齁 好,做完之後你也不用存檔齁 好,你就可以直接在這個協助平台這邊按插入齁 然後選擇雲端硬碟 好,然後選擇 試算表 這邊就有一個班級成績排名齁 好,就是說當以後你們 呃,在做班級網站的時候 你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去做一個試算表 然後你就會把試算表 放在你們的協助平台裡面了 好,所以 在公告這邊呢 他就會有一則叫做 好,最新公告齁 就會有一個 好,班級成績排名齁 好,這邊就有一個叫做班級成績排名 那同學只要進來看就知道說 欸,我排名多少 或是說我的成績多少 這樣子 好,你們就可以利用這個 表單的方式 直接把表單放到你們的班級網站上面去 那底下呢 就是說可以把一些 要上課的講義啊 也把它放上去也可以齁 或是說上課的一些內容 重要的內容或是考試的內容 把它放上去也可以齁 所以等一下你們可以試看看齁 好,新增 先到雲端硬碟這裡齁 新增一個 好,建立一個試算表 好,然後在上面踢一些 呃,你們的資料 踢完資料之後呢 再回到你們的協助平台裡面齁 選擇你們的公告 公告這一個 這個選項齁 然後按新增文章 好 然後再把 好,插入這裡面 有一個叫做 試算表 再把它插入這裡面 好,這樣子 它就會跑到 跑到你們的頁面這裡了齁 好,你們試看看 看